颱風天的這個天氣 剛剛宜蘭還在出太陽 不過現在開始又下起了 局部較大的間歇性雨時 也因此剛好中午時間也到了 很多的民眾就跑來這邊 因為他們是觀光客 就會想來看看 知道南方澳的海鮮很有名 就想要看看南方澳海鮮有哪些 也因此今天有很多的觀光客 通通都跑來這邊 就是因為發現天氣 好像不如預期的糟糕 也因此就會特別進來餐廳來用餐 而我們剛剛還有看到 基本上其實有一些的觀光客 是來自陸客 陸客他們也說到 原本很擔心宜蘭的天氣 會不會受到這一顆 利奇馬颱風的影響 不過後來發現 這美風也沒雨 狀況確實比想像中還要更好 也因此行程要照走 今天結束宜蘭之後 還會在北上來到台北 我們現在還有看到另外一潭 其實是來自於南台灣的觀眾朋友 高鐵因為現在暫時回不去了 不過滯留發現 今天宜蘭天氣是不是也還不錯 今天天氣很好 今天早上看到外面天氣 有沒有跟你想像中一點落差 有 因為沒風沒雨 原本是兩天一夜的行程 有沒有因此受到一些影響 有 高鐵沒有開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等 等明天了 就不想其他的交往方式 我們就滯留一天 對對對 那今天還除了宜蘭以外呢 還會去哪邊 沒有了 就是這邊走走吃吃這樣 好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包含在這邊的用餐環境 很多是海產店 特別是要來看到 是南方澳的海鮮真的很著名 也因此今天不管是陸客 或是台灣本地的客人 通通都趁這個好天氣 來宜蘭吃個飯 不過還是要特別提醒 因為颱風還是有外圍環流的影響 因此時而勤 時而會下雨都是非常正常 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在今天下午 趁著颱風架 跑來宜蘭走走的話 記得還是要 一定要期待雨季 以上下午的小星 主播